好,开始上课 今天的这些进阶课呢 课程内容主要就是第一 就是讲一下维州岛 维州岛的那个维州善课 那个后期是怎么做的 后期思路 然后上节都是讲的前期嘛 然后这节课讲后期 然后第二个知识点就是 就是维州善课里边 不是有两张大图照吗 就是皮肤质感非常好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说一下 如何去把皮肤的质感 来做成非常好的质感 那第三点就是 大概说一下 那个有一个胶片 胶片调 胶片就是我拍的一组维州岛 维州岛拍的一组胶片 然后大概说一下后期思路 和前期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这节课的一个知识点 然后呢 下节课或者下下节课 课程安排大概是这样 就是我是打算让牙腾 牙腾老爷爷给大家分享 一节课 就是他的一些前期的拍摄 拍摄的思路 还有就是一些后期的处理手法 那天我现在交流了一下 然后可能就是下节课或者下下节课的 还有就是或者是 还有就是我最近也在拍张组小情星 然后到时候给大家分享 就是看下节还是下下节 反正我和牙腾调一下时间 然后好那我们开始上课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 关于维州上课 维州上课那个 那个片子 我后期是整座的 后期整座 其实那个片子的话 我们上一个课应该 如果说上课的同学应该都知道了 一些大概的一些思路啊 前期的思路 我给大家讲了一下 那我们来说一下后期 前期的东西我就不说了 因为像这类片子的话 前期就是听了选择干净的环节 上节课也说过 我们大概来说一下 这张片子怎么在调的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这张照片 拿这张照片来说 这张照片我是用了二次动图的 二次动图 本身拍出来是 这个样子的 本身拍出来是这个样子 这支原片 你看原片其实都 都已经非常接近成片了 对吧 其实我是我是在那个 来投入里面 稍微做了一点调整 然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后期非常简单 皮都没有磨 皮都没有 皮肤没有处理 然后 第一步 压按背景 压按背景 曲线工具 压按背景 然后插了一下人物 这个压按背景 是我们在后期处理当中的话 非常 非常常见的一种处理手法 就是我们 你说拍 拍小清新很多时候 是把背景给提亮 对吧 那我们拍情绪片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把背景给压按 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以更加突出人物 提出主体 就是你的思路 第二步就是把一些 你们可能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就是把一些细节部分给它压按 就是我现在 就是我现在看这张图 这张图我就根本没有磨皮 我可以看看这张图啊 这张图 我在 我在 这地方能够看到 一些很小的一些 很小的一些白点 这些白点呢 其实是非常影响 一些视觉效果的 就是一些脏的 脏的元素 就是我们修这种 片子 要求比较高的片子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把这个 就是宣冰夺主的一些 一些 一些就是 不干净的元素 给它 给它停地掉 所以说呢 我就把 我就用了一个曲线工具 把它压按了 可以看到 这个压按以后 就是这个效果 直接曲线工具压按 压按了 用蒙板 刷一刷就可以了 这是处理一些细节啊 细节 我们在处理整体片子的时候 细节是相当重要的 我说了很多次 然后侧阶 侧阶稍微就是压了一下高光 压了一下高光 然后煎闭一摄 煎闭一摄就是 把那个 通过煎闭一摄 把透明度降到10% 把它的那个饱和度 给它降了一点点 像这类片子的话 你如果说饱和度太高了 它的颜色就看起来 不是很高级 就是不是很 不是很有大片感觉 大片感觉的话 其实我做那种 低对比度 低饱和度 低饱和度的那种片子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带感的 好 这一步是通过可选颜色 因为可选颜色里边 我们的烟雾是白色的 对吧 那我就是用可选颜色 对白色进行了一个提亮 提它的黑色部分 然后让让那个烟雾 烟雾的层次更加好 更加好 更加白 更加有层次 用了这一步 然后就模板 插了一点 就是 很多时候 你看我主体的颜色 基本上就是那个样子 一般都是在调细节 调各种细节 然后点印图层 那通常我们什么时候 会点印图层呢 就是我们通常 需要去用到这张片子 比如说我们要 去修它的瑕疵 我们要去进行一个 液化的操作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点印图层 那如果说我们 不需要这些动作 不需要这些步骤的时候 我们一般来说 不要去点印图层 因为你每叠印图层一次 你的文件就要 就要大很多 就要基本上大一倍 所以说呢 这个叠印图层的话 一般来说少用 复制一个图层 它的文件 文件大小就要大很多 所以说呢 这个叠印 什么时候叠印 你们要考虑清楚 不想文件太大的话 就不要去叠印太多图层了 好 然后往后看 然后这一步呢 就是进行了一个二极构图 二极构图 把天空给它填上去了 填天空怎么填 以前讲过 这也不讲了 然后这一步是用胶片滤镜 加了一点暗角和颗粒 其他没动什么 暗角和颗粒 好 然后加了logo 没有了 这后期思路其实相当简单的 这组照片 其实重要的是在前期 前期拍摄 然后再来一张看一下 因为这张图肯定有绿色 有绿色部分的玩意要讲一下 所以说 谍印图层 你们还是要少用 不是飞的 每步都去谍印一下 不是的 需要的时候 我们才去谍印 不然的话 就会增加文件大小 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并没有摸皮 并没有摸皮 然后我们通过 圆片和成片的对比 可以看到一下 我们总结一下思路 总结一下思路 第一 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圆片的绿色 是相当强眼的 相当强眼的 那我们通过 通过后期的调整 把它的绿色给它压一下 让它不要那么闪 不要那么闪 强眼 然后第二个就是 背后的那个纹理 背后的纹理 我是给它进行了一些加强 加强纹理 然后 把它的这个对比度 做了一下 可以看到 加强了一下纹理 然后第三步就是 就是把它的烟雾 给它突出 烟雾突出 就是用刚刚 说的那个 可选颜色 可选颜色 然后我们看一下 眉不怎么在做 其实这组照片的话 我觉得重要的 还是前期 因为还是前期 前期放烟 取景 构图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老规矩 这 新建了一个涂层 然后把这些 脏东西给它去掉了 脏东西 然后选取颜色 这一步是压 去 去它的绿色 黄色 你看 黄色部分调了 绿色部分调了 因为 这两个颜色 就是控制绿色部分 最主要的颜色 进行了一下调整 然后曲线 曲线做了一下灰度 做了一下灰度 然后亮度对比度 这一步呢 相当关键 亮度对比度 我是对下面的一个 除了人物和绿色的一个植物以外的地方 给它做了一个亮度对比度 这样做是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做了还没做的效果 就是我需要突出纹理和质感的时候 那我们就去做它的对比度 就是一般我们需要它质感 需要它质感很强的时候 我们就去做它的对比度 你看我 这样一做了以后 这个对比度一做 它的那个后面的纹理 它就是包括烟雾的一个细节 就已经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 对吧 好 然后色接压了一下高光 这段简单 煎便一射 续了一下整体的饱和度 10% 然后这一步还是调了绿色 绿色部分 看到没 还是调了绿色 往青和蓝方向靠了一点 这个绿色 因为我觉得这样配 配起来也很好看 因为怎么说呢 我在修图的时候 一般看配色 主要还是要看搭配 比如说 就黄色搭配什么好看 黄色的话 比如说搭配蓝色 或者搭配黄色 这样 你看你要通过自己的眼睛去观察 看怎么样搭配出来好看 然后这一步还是再去瑕疵 然后压按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就是压的一些细节 如果说你们在处理这个图的时候 这一块你们会不会处理 肯定很多 肯定很多同学都会说 我肯定不会做这个 那你如果说不会做的话 你在整体这样看起来的话 那个点啊 就是相当跳的一个点 就是它影响到了你的主体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通过 曲线工具把它压按 你看这样压按以后呢 它的主体就更加明显 所以说做检法 做检法 我一再强调做检法 然后亮度对比度 显取颜色 这一步给高光加了点黄色进去 然后这边一射 去饱和 这一步没什么效果的 好 全体颜色 这步也做了很小的 气味调整 看不到效果 然后 曲线 曲线进行了一下线性对比度 就是 我说一下那个曲线工具 这里有一个线性对比度 其实很好用的 就是我们选择曲线工具以后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选择一个线性对比度 其实这个线性对比度呢 做出来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这段时间也在经常用这个东西 然后它可以给你的照片去挥加对比 然后困点有质感 这样调出来的话 你自己比你手动去拉的话 哎 感觉还可以 我用了一下 加了两次 两次线性对比度 一次不够你就多加一次 好 给你涂层 然后加颗粒 然后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这一步提了一下 我觉得太暗了 然后又提了一下体现 提亮了一点点 其他没什么了 那这个就是大概的一个思路 那这种照片我还是要说的 其实重点不在前续 然后后期的话主要就是 第一 修瑕疵 第二 涂属主体 第三 做质感 下来 下来的话可以把这个PSD跟你分享一下 有时候想看 反正这个非常简单 那我来说一下我们的第二个知识点 就是今天的重点的课程 我先找一下这个 这个图在哪去 等一下电脑再跑 这是我 第二个知识点呢 主要讲什么 就是关于 观察 观察成对于 我们皮肤处理的一个重要参考手段 就是 就是 观察成 非常重要的 虽然说我在以前的课程中 讲过那个观察成 但是没有 没有重点去讲 但是今天晚上我重点要讲一下 这个观察 观察成 说平时翘时不好转换 观察成 对于修设人来说的话 真的是很pope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照片 先看一下原片和 和那个对比 其实 我这种照片修的皮肤影 应该只修了两张图 所以说呢 更多的是用的 双 使用的那个 中性灰再修啊 我没有用磨皮 直接用中性灰修的 花了二十多分钟 修了一张图 那我说一下 关于这个 观察 观察层 我先 我刚刚在修图之前 上课之前 我下了两张 就同学们最近A我的片子 不要建议啊 反正是有问题的片子 就是皮肤有问题的 然后我下载下来 然后通过 今天晚上课程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这个观察层 他对于这个皮肤的参考 其实有重要的意义啊 重要的意义 那我们就看这张图吧 其实这张图的话 我不知道他磨皮没有啊 不知道磨了没有 不管是磨没有磨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层 来去观察一下 这张皮 这张人像啊 他的皮肤有哪些问题 观察层的话 很简单 就是 做一个煎冰射 把它变为最白 然后再做一个曲线 然后便于我们观察 就是 为什么要做一根这个曲线呢 因为 我们可以观察第一 如果说亮部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压暗 然后暗部我们就可以提亮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管是什么东西啊 不管是皮肤也好 还有就是我们 整个片子的一个质感门里也好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手段 去观察这个片子 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那如果说 如果说一个好的皮肤的话 不管是我提亮也好 或者还是压暗也好 其实他的皮肤都是非常干净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样去观察 这个皮肤 它其实过度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块区域 额头这块区域 还有就是 它的脸 脸正中 鼻子 鼻子两边的那个区域 它其实过度是相当不好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让它过度更好呢 首先我们把它变成一个观察子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 新建一个中性灰的 中性灰的 中性灰 鼻子 那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 中性灰的处理手法 把它的过度让它更加均匀 其实我们做中性灰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中性灰这个手段呢 让皮肤过度 我所我所说的过度 就是高光阴影和中性灰 它之间的过度关系 我们现在可以观察到 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 你看它的过度是非常不好的 它就是没有一个暗 从暗到亮的一个过度 它是非常 它不是这样的 它是暗 然后中间 然后又亮一点 然后又暗 然后这个样子的话呢 就会使得皮肤的皮肤 它会非常的不干净 然后包括这个 这个额头须也是 我们注意观察 你看它也是 由这边的一个亮 到暗 然后中间又亮 然后又暗 这个样子的话呢 就会出现什么呢 皮肤非常的脏 非常不干净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 通过中性灰这种手段 来把它的过度 让它过度更加干净 当然我们在用中性灰磨皮的时候 前提是要把皮肤的瑕疵给它修干净 要把皮肤瑕疵修干净了以后 我们再用这个中性灰去做它过度 好 等一下我插一下 再把它梳一把 手标不好用 不管是我们做小清新皮肤也好 还是做其他的皮肤也好 其实 其实怎么说呢 我觉得每次做完以后 我们用这个观察 观察的一个 观察的一个 一个层 去观察一下 我们到底做出来的东西怎么样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种手段 好 首先我要把流量选一下 一般 用术语板的话 我是喜欢流量30% 然后 葡萄凝度20% 然后 画笔 画笔选择一个柔性的画笔 大小 好 那 现在我就是用这个中灰的修法 然后给大家修一下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区域 这个我刚刚说的 这个区域有点亮了对吧 那我们就通过这种把它压暗一点 这样去游深到浅 让它游深到浅的一个过度 非常均匀的这样 然后包括我们的眼袋也可以这样去修一下 包括法令纹也可以这样去给它剪淡 这样剪淡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通过这种手段 保留皮肤的一个质感和纹理 这样去 把它的一个过度给它做好 那我们可以浑览一下 就这样做了一步以后 你看它皮肤的过度就是相当好的 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去给它做一下 稍微 然后 然后 通过等一下我再说一下 像这种 鼻子的高光部分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手段给它加强 比如说鼻子的 它有一个轮廓的一个影子 对吧 这有一个影子 我们一定要用小画笔这样去给它勾勒一下 那这样 这样做呢 比那个 用用那个什么 教大家用的那个 图章工具做的话呢 虽然说会多花很多时间 但是这时候的效果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效果要好很多 然后我们这样 你看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呢 它过度就会要稍微好很多 稍微好很多 然后 再加深的地方 让它伸起来 我们在学美术课的时候 应该都知道 皮肤的光影 它是有一个过度的 有一个明染层次的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做的这一步就是 要把它的层次 过度给它做得更加平均 这样的话呢 就会非常 这次的东西就会非常舒服 好 这一块 我觉得这样做了以后 就感觉挺好的 我们通过彩色的可以观察 观察 观察一下 这样做了以后呢 它皮肤的光就是 就像平整了 那我们再继续做一下额头 额头这个区域的话呢 我们用观察层 稍微把它提亮一点 因为 因为太暗了 观察不了 好 这样按以后 差不多 我们先把额头的这个 有一块白色的给它补起来 用灰色来补 我去给它稍微补一下 让它过度更好 其实中信辉就是 双曲线啊 中信辉啊 就是在做一个过渡 就是由暗到明的一个过渡关系 让它这样 过渡更加滑溜 更加顺移 因为原图本身不好 所以说呢 大家将就看 相当于就是 从额头的左边 往右边拉了一条渐变 但这条渐变 一定要渐变得非常 非常的 非常的有 怎么说呢 要 要 它是由 它是由一个 由暗到明的一个渐变 这个修的时候 要在黑白之间去过渡啊 就是原理就是这个样子 非常简单 但是要靠 靠耐心去做 不停的去变换 变换画笔的大小 因为 你在修的时候 它会出现很多 很多状况 就是 比如说 这块区域生了 这块区域浅了 你要根据 它这块区域的大小 去判断 去把它的那个 给它做平均 好 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 我这样做了以后呢 它的额头的过渡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非常 自然的一个过渡 那我们用彩色看一下 看到 这样过渡的话 就会过渡得非常好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问题 那很多问题 怎么解决呢 我们还是要通过 这个曲线的 曲线去观察 曲线去观察 还是有很多黑色的地方 那我们就 再用画笔器 黑色的给它 点给它去掉 然后用黑色的 填充 好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看没有 这样做了一下呢 就会不太有感觉 就没有做了 就没有做了 就做了以后 当然 如果说你想 想要更加精细的话 你还要做很多事情 就是要 不停的去放大 缩小 去观察 然后 去找它的一些 一些非常 非常有明显的 瑕疵的地方 然后这样去修 因为这张图本身来说 它的质量 质量并不是很高 所以说 修到这个样子就可以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 这个观察层 然后去 去加强它的一个 皮肤的质感 怎么去加呢 就是 通常我们都是需要 通过 比如说 把它的模式 给它变为柔 柔光 对 变为柔光 然后流量 可以稍微大一点 然后不透明度 可以把它 出到30% 好 做了以后呢 我们就去加强它的高光阴影 比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这张图的话 可以给它 鼻梁 稍微细一点的高光 给它加一点点 然后 通过观察 还是通过观察组 可以看一下它的高光阴影的区域 然后呢 这样去加它的高光 比如说 这里给它加点高光 这脸部给它加点 就是顺着它本身有的光线去加 你不要去 不要 就是没有光线的地方 你去给它加光线 那个样子的话 它就会 肯定会 肯定会不好 比如说像鼻梁这个区域 鼻梁这个区域 也是需要我们去加它的高光的 就是像这个区域 它本身如果说有光线的话 它就会 在这里出现一个高光点 对吧 那么就在这里给它加一点高光 比如说嘴巴 嘴巴 嘴唇 这个地方 像 像嘴巴 嘴唇 这些地方 它本身也是应该有高光的 我们把它高光给它加起来 这样的话呢 比如说像这个区域 轮廓 为大家画一下吧 为大家说一下 用红色调一下 你可能看不清楚 高光的区域 比如说像这 诶 上面有一个内容 要移到最上面的 好 比如说呢 像这个地方 就是明显的 一个高光区域 还有就是像鼻梁这些地方 这个样子 都是它的高光区域 像这些地方都是高光区域 还有比如说像这张的光线 这里也是高光 这一块是高光 对吧 还有这里是高光 这里是高光 通过这些 通过这些高光点啊 我要加强的一些地方 高光 高光的区域 然后这里 这里 这里 那暗部加哪些地方呢 我用蓝色表示 那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层 再去观察它 然后比如说暗部 比如像这里区域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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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比如说像 这些位置都需要加暗部的 这里 然后这里 然后眉毛 这里 给它加深 让它眉毛过得更加更加好 然后暗部其他的地方就没有 然后高光区域还需要加 那上面这个地方高光区域 像这个 这个区域 加高光 然后 然后眼白 这里 加高光 对吧 这些都是高光的区域啊 这些都是高光的区域 像这一块区域的话 可以 如果说过度得好的话 就可以不用去管它了 那暗部的话 像它本身有的一些阴影状态 像这里 要加一点 对吧 这样你去做了一下 这样去做了一下呢 然后它就会 就是 这样 这样做了以后呢 它整个皮肤的质感都会出来 那我先来做一下 看一下 比如说先做 先观察一下 这样压 压按以后 我就可以观察到 每些地方应该做高光 对吧 这样去给它加一点高光 这样去加 对 这样嘴巴皮 这里 然后这里 刚刚我画的地方 还有眼皮 这里 对 因为我压按以后呢 就能更好地观察到 我应该在什么地方去加它的高光 你们大家要去理解 还有就是像颈部 这个地方 压按以后 你一点感觉到这里 这个地方加高光 加出来应该是很好看的 对 像这个地方 高光区域给它涂一下 然后阴影区域 然后阴影区域 阴影区域就是鼻梁的这里 可以给它 多了一点点 然后眉毛 眉毛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比较淡 加深一点 好 然后 然后 像这个地方 稍微加一点 为什么要加阴影呢 因为你要想质感的话 你必须要去提高光 加阴影 这样的话质感才会出现 然后我可以提亮一点 然后再观察 哪一个地方可以压按 像这个地方压按一点 这一批 还有像这个地方过度不好的地方 就给它用一下 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一下 然后眼珠再给它对一下 好 我们就可以通过 把光强盛关掉 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 它的脸上的立体感 就会强很多 脸上的立体感就会强很多 这是做出来的效果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 如果说你觉得不够自然 那我们可以通过降它的一个 我们可以通过降它的一个 透明度 来达到一个非常 达到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状态 可以降一下透明度 这样去降了以后 你就会感觉到皮肤非常自然的 上面 我这样做了以后呢 本身它那个鼻子是没有 它鼻子本身圆土 你看它是没有什么细节的 那我做了以后呢 做了以后 你看它的鼻子是有 有高光阴影的过渡的 所以说呢 我是这个样子做了以后呢 虽然说 你看的不是非常明显 我不是说要把鼻子给它做的 非常的有立体感 因为这个这个图的话 你做了太多的话 反而会感觉到很不自然 所以说呢 我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去做了以后呢 它的皮肤质感就会非常好 当然如果说你有一张非常好的原片 算去做的话 肯定能 肯定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理解了吗 你们在听听课吗 感觉 我们今天很安静 就是我再说一下 就是通过观察 观察层 通过观察层 然后去 通过那个曲线把它提亮 或者压暗 然后去调整它的一个高光和阴影 去加强它的质感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 非常非常有用 对 可以把钩做深一点 好 那我就来给大家示范操作一下 稍微好一点的 稍微好一点的皮肤 哦 这张图太 哇 这个图 这图其实就是这张图啊 一模一样的 修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知道为什么要截图截这么大了 其实这张图本身原片是很差的 然后修出来 通过我刚刚的方法 就能修到这种 这个样子的质感 这个皮肤质感其实太差了 大概给大家做一下吧 好 打开头下 你们看我 操 操作一拳 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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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拳 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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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修这种图之前 新建个图层 然后使用修复话理工具 先要把这些瑕疵 应该有个瑕疵我们要先来切的 这个Windows的这个不好用啊 我们在处理皮肤的时候 首先要 这个真的不好用 舒服换点 先要修瑕疵 当然你可以通过 你也是可以通过 那个什么 化油质感磨皮 去做一样的 当然没有这个做出的效果好 但这个会花更多的时间 我一再强调皮肤处理 其实皮肤处理真的是相当重要的 有一些对于我们人像摄影来说的话 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说我画了很多解课 那给大家说 怎么去处理皮肤 怎么去增加它的质感 同学可能会会说 我对你就会了 这些东西不用讲了 其实我看你们处理的照片 很多时候还是没有对的 今天晚上的网速有问题吗 断断断施施的 我是在 我是在一个光鲜的路由器的旁边 给你讲课 你还说断断施施的 我水上好多汗 你看 你看 你看这个就是皮肤啊 皮肤的一些问题 只要 只要是 我们 就是我们的人物的皮肤啊 只要我们通过这种手段 把它压按 我们就可以看到 皮肤上又非常非常多的 很脏的人 很严肃和一些很脏的东西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 通过我刚刚讲的中灰 通过我刚刚讲的中灰 来把这些脏东西给它修掉 从而保留皮肤的一个质感 那你看我们把它压按以后 是不是有很多 很多很脏的东西就出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中性灰 双曲线也可以 双曲线也可以 一样的 圆里是一样的 那我这样修一下 我只修一小块啊 因为这个花时间 给它演示一下就行 真的不好用啊 这个引导 很多小瑕疵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手段 去做 虽然说我们放大以后看的话 或者提亮以后看的话 皮肤还是挺干净的 但是只要是我们这样去给它压按 压按以后呢 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瑕疵在里面 然后我现在是用的那个白色的在插 为什么用白色呢 我先要把这些 很多黑色的杂色给它去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竖一把 就好处了 用鼠标的话就修死人了 现在就是用黑色的 再补一些白 再补一些很突兀的地方 就是它通过黑色和白色 去涂抹 皮肤道的一些瑕疵 然后又来一些黑色的凸体 把它去掉 包括剪淡 剪淡 剪刀和皮肤 这一块区域的颜色差不多 然后法令文影势 然后我们可以 可以边通过这种手段 来把它的高光阴影给它加强 像这些高光阴影的区域 像这些眼睛术 然后通过黑色的加强阴影 然后通过黑色的加强阴影 这个脸上的光影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很多素描的一些人物的结构 要根据人物的结构去修 不然的话你说出来就很奇怪 比如说哪块区域应该是 应该带上去 哪个区域应该是 应该伸起来 就是 一定要去多去看一下 皮肤这种黑色的很多小点 我就不修了 其实那个是 应该是 修那个什么 修瑕疵的时候应该修掉的 因为这个你要专心去修的话 要修很长的时间 然后这样去 我主要是给大家做一下质感 质感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区域 给它过渡的更加好一点 过渡 主要给它做过渡 然后眉毛给它加深 这个淡的地方给它加深 然后 像这些 鼻梁两边的阴影 也是要把它的 过渡给它做好 就是要让它过渡 更加 更加舒服 过渡 看起来是一块 而不是 又黑又白又黑又白的这种 这种 层次 我们再提亮一点 看 然后又修 那我们现在修那个灰色的区域 灰色区域以后 我们需要调量才能修到 就是 模特的右脸 模特的右脸 感觉还是过渡不好 先用白色 把过渡给它做平均一点 我们观察一下 对吧 看一下这张图做什么东西 这做的还是蛮多的 这就是我在中信婚上面做的文章 做的还是挺多的东西 继续 比如说我来加强一下 皮肤就这样修吧 我觉得修 如果说还要修得更仔细的话 花很多时间 那我现在就来做一下质感 做质感 这质感把那个模式变为柔光 流量加到50% 比如说给它的一个鼻梁加高光 然后做的更加好 眼睛的高光 然后脸部 眼睛 眼皮的高光 嘴巴这一块 好 脸部 好 加阴影 脸部 这一块 加重了以后 查到VT角 然后 比两个左右两斤 给它做平均 做平均 也不用加太深 分这个区域 眉毛 从眉毛到鼻子的区域 给它 给它这里做一下 让它过度更加好 眼睛这里也是 眉毛 好 然后 嘴巴上面这里 把嘴巴上面那个歌给它加深 简单 这里简单一点 好 看一下 这样做了以后呢 它的皮肤的质感就会出 就会突显出来 做的还不够仔细 还要慢慢做 还要花很多时间 我是大概 大概说一下 就这个样子 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 但是它本身有的 它本身有的一些 一些陆体感就已经出 就已经凸显出来 然后我们还可以 对它进行一个透明度的控制 让它更加自然 如果不够自然的话 将透明度 最有效的方法 将透明度 嗯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们还可以比如说我在网上下来一个 还有一个同学的一个小星星做一个示范吧 因为很多时候拍小星星拍的还是更多啊 拍小星星拍的更多 这张图同样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场看一下一些问题 这好像今天发片的吧 随便找了点 我们来观察一下它皮肤有什么问题 看到没有压暗以后 压暗以后皮肤的问题就已经枯显出来了 虽然说小星星你拍的很亮会感觉到皮肤非常干净 但是你压暗以后皮肤的问题就已经相当明显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场看一下皮肤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修复呢 这张图 把法令纹这里首先要处理是吧 眼带这里要处理个 还有高光给它加一下 然后呢笔子的高光给它加一下远阔 眼带这些地方处理一下 然后这里应该有一个高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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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处理这些图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我们要通过不断的放大缩小去看一下 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放大看一下 或者是缩小看一下 看会不会很奇怪啊 修了以后 因为有的时候修了局部以后 很多时候会出现那种很假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图片稍微就是放 放小一点 缩小一点 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多问题 然后像这一块还有很多白色的 给它补一下 反正是有白色的地方就用 就用黑色给它补一下 让它过度更好 然后黑色的地方啊 就用白色的给它抹形 黄色的地方 盤色 观察一下,大概坐一下 再用主线,再观察一下 提亮看是什么效果 提亮看,但按部还是有点小的问题 再把按部修补一下 用这个去 过多就不需要 我没有说话 我再修图 修它的细节 这样做了以后,我们用曲线压按 做皮肤的质感 封锁 感谢观看 嘴巴的 可以做一下层次 再通过观察层 观察一下 再次做一下高光阴影的东西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做了以后呢,皮肤的质感应该会好很多 看到没有 皮肤质感会好很多 给大家看一下 虽然说 小星星调度很亮 不是很明显,但是还是有用的 然后我可以再通过调整看的不透明度 大家做个分件事 OK,理解了吗 小星星这种方法也是适用的 好,休息五分钟 休息一下 好了,继续上课 我要说一点的就是 不管是我们 不管是我们做皮肤也好 还是做其他东西也好 反正是做质感的东西 不管是修皮肤 还是修商品 还是修服装 对吧 你要去修它的一个质感 你就是必须得用 那个中性灰或者双曲线去增加它的亮度 或者是降低它的暗度 这样的话 去做局部的一些处理 处理完以后 你的质感就会凸显 就会凸显出来 这个是我觉得做质感的话 通过这种方式去做的话 虽然说会花了很多时间 但是你的片子的话 肯定会有质的提升 肯定会有质的提升 所以说呢 这个工具的话 今天晚上讲的那个 通过观察层去控制中性灰 然后这样的方法呢 其实是在给你们的自己的照片 自己的照片再加分 再加分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些东西 一般人不告诉 好我现在简单说一下电组胶片 其实那种胶片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 也不是非常喜欢 就是一般般嘛 然后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原片 这个是胶片相机拍的 也能搭S700 135的胶片机 然后电影卷 为什么用电影卷的 我觉得电影卷它的肤色 还有就是海边的那个 电影卷它有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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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它的暗部 它的暗部会很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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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它的肤色会 就是 肤色会 肤色会 肤色会感觉到非常舒服 然后呢 当然这个和那个充早的也有一定关系 嗯 我知道的 充早的就是 新采啊 新采 新采 它充早出来的哪个电影卷 就是 皮肤绿绿的 反正感觉也是挺舒服 然后呢 我这家充早的 它挺贵的 是那个哈酥的 哈酥的 那个 少量仪在 在扫 然后 嗯 差不多100多一卷 就是 就是 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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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它 它这里充法的话呢 它是有一定的 呃 怎么说呢 他们 他们这个店的风格吧 就是暗部翻来 然后 然后 乌色黄黄的 绿绿的 挺好看的 嗯 当然 你们如果说 喜欢玩电影卷的 可以去 那个 那个什么 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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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冲的也可以啊 精彩 冲出来的电影卷也是挺好看的 我看到疯子 他拍这个女孩 就拍了一集 也是135的电影卷 可以吗 但是它的暗部就没有蓝掉 暗部没有蓝掉 但是 敷射这些还就是整体的色料 都是挺舒服的 所以说电影卷 你可以去试一下 其实它更蠻舒服的 好 这组 这组 其实我是打加油 这个 这些动作 都是疯子 让各妹子躺进去的 里边挺脏的 其实 妹子还是蛮拼的 然后 大大酱油 可以看一下 大概圆拼 其实我觉得圆拼也是挺好的 其实我自己修出来的塑调呢 是这样子的 我那天修出来以后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看久了以后就不耐看 所以说呢 待会儿这个分析呢 你们大概看一下一起 我自己没 也不是很满意 像这个配料 当时说出来 哎 觉得还可以 但是 不耐看 好 像这个 说实话 像引导的话 这种照片 我尽量没什么引导 我是跟着风子在拍 拍就完了 然后像这种老法师的一个 动作 我现在基本上都没用 即使用了 即使摩托这样摆了 我基本上也不会选 我觉得这样 这样去打开的话 感觉 挺松的 感觉 不敢说 你们可以带来看一下 比这种照片 它的一般般 它本身的调子 其实我觉得 也是蛮好看的 本身的调子 因为我修出来以后 我 反而 反正 反正 不是很喜欢 你看像 它的 这一日极宝 它们家 冲造的 就是这种感觉的 就是 泛步 泛乱泛乱泛乱 嗯 这个圆片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 玩胶片的可以去 去玩这个 每个片影节 其实 还是蛮不错的 这圆片 这个修出来的照片 这张片子修了的 还可以 但是前面几天修中 并不好 这张修 这张为什么要正式修呢 因为我如果说 不把环境给压暗的话呢 它的人物就 凸显不出来 所以说 我就把它的一个 环境给它压暗 然后 加了点来 和整体的话 可能更搭 嗯 大概是一个思路 大概是个思路 这种 像这种照片的方 这个圆片假如说 假如说 不把那个 不把那个 调子给它压暗的话 不把环境给它压暗的话 就出不来那种感觉 就是感觉很普通的一个片子 那要是这段片子 我重新再调一下 重新再调一下 我那天调一下真的 发生以后就感觉到不满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种照片 其实它圆片的整体基调的话 我倒是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那主要是我觉得人物的话不够突出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适当的去 做一点点的摘得 因为说实话 胶片动多了真的不好 这个就是动的太多 反而觉得足够很满意 这样去把环境给压暗 压暗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试试调一下它 因为胶片色 胶片上可能有偏绿绿的那种感觉 挺好 有点黄哦 嗯 这个色彩轻松 不过你调太多 调太多我觉得 调太多就感觉有点奇怪 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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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这组片子 因为是这样子的 这组片子 因为我还有一组片子 我是准备 我自己拍了一条片子 我是准备按照原色来 但是我在修这组的时候 我说 那如果说这组 也按原色的话 肯定就 做两组 两组差不多啊 所以说我就 把这组稍微调了一下 颜色 但是 调竖来感觉还 也不是非常好 像这个装照片的方 这样动 稍微动一下就可以了 动多了反而 像我那样动多了反而觉得 有点奇怪了 你看我这样修了 动得挺多的啊 真的挺多的 像中章也是在尝试修一些色调 但是感觉反正也不太好 我要看一下是怎么在尝试 比出色不太好 用一下浮体面的辐射看一下 所以往蓝色看一看 这个辐射干净一点 我觉得还好看 还烫一点 这个辐射的话感觉更配这个环境 可以多试一下 尝试一下 我平时在调色的时候 搭配的时候也会这样去尝试 比如说环境是怎么样的 肤色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都会去对它进行一些尝试 比如说这样偏黄 看一下好不好看 然后再让它偏环境色一点 这样不是更好看吗 反正这样去试着去修一下 这样的话 这样修出来这个颜色的发展一定还可以 笔记本上看起来还可以 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遍得像看净的 这个是看一下圆片的 圆片其实绿色 动的比较多 主要是对它按掉 大部分是进行了一些处理 像这种情况下的一些照片的话 其实我们是在调它的一个 怎么说呢 调它的一个色彩的一个整体搭配 比如说你觉得背景和人物的皮肤的颜色 因为人物皮肤这样的面积比较大嘛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分析它 那到底我们背景还有和人物的皮肤应该怎么去搭配 然后调整这样去调 见仁见智啊 颜色这个东西真的是见仁见智 有时候我调出来的颜色 你们不一定觉得好看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截图 本身是一个全景 位置还是蛮拼的 你看一下原片 原片很多废片 但是我觉得 电影调 电影调它的颜色 其实挺好看 你们可以看一下 电影调所有的颜色效果 我们没有下血 这肯定要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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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圆图其实挺好看 哎呀我们这是去美洲岛就没有看过阳光 我们这肯定要叶化 太阳是什么样子都没有看到的 看这团图其实原图也是很好看的 我是为了照顾整体 然后才把它 做成了最后的颜色 但是其实原片的颜色也是非常看的 对吧 原片还好看一点 非常看 现在的颜色还可以 不错我们也洗 像这个圆圈的话也是挺好看的 像这张图圆圆真的 真的挺不错的 对圆圆 挺好的 是修过的 如果说我把这 这原片和修过的片子 发到微博 让他们对比的话 肯定各战一半 说不定喜欢原片的人这么多 不错 就像这类图还是挺好的 可是我没有洗 但是绝一下图 这样用的话也是挺好的 这样子 这样子也挺好 这样子也挺好 对 插刷 插刷 插刷的效果 这些胶片上面有很多杂物 我们说的 说的利器管是一个冲草 冲草胶片的地方 可以修过的 可以看一下 可以修过的 可以看一下 好 我整体不是很搭 所以肯定没有念 公子的话肯定要用这类 嗯 好了没有了 那我把这张图 我修过的 修过的 一个PSB 分享到群里边 所以你们 你们可以看一下 喜欢的话可以看 不喜欢 这样修的话 你们也可以去看 因为 这个图本身也不舒服 上传到群里边 你可以看一下大概的思路 就这样子 好 好了 我说一下这块重点 然后 那张图也可 重点就是 我说一下就是 关于 今天讲的重点就是 关于 塑造 皮肤的一个 字感 相当重要的 就是你们平时 在修完一张 修完一张 皮肤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去 观察一下 然后 这张图还有什么 一些不足的地方 然后 去观察一下 然后 然后通过 观察层 然后通过 中规 去 塑造 它的皮肤字幕 这个是 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好摄影师 必须去做的一件事情 你要想你的片子 比其他人的片子 比其他人的片子要好 那你肯定要 需要 做这些细节 然后 才能提升你片子的质量 好 那好 那 其他也没 也没 也没 然后 就下扣了 然后 看下这个是 让我来疼 还是我来搅 我搅的话 可能是想轻轻 然后 至少 尽 去 马上 马上 我 按 吧 感谢观看